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 叫修饰符的使用总结 那么在我们之前内容中 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税源关键字 其实分了好几种的类型 其中我们说有个类型修饰符 这些类型修饰符 应该说它的主要目的 是让我们编译器 对某些变量的默认属性 进行一定的修饰 通过它的修饰 不仅可以让我们程序员之间更好交流 同时让编译器的编译的过程中 它的语意更加明确 当然这些修饰符 一般来说不能独立使用 你不可能看到一个什么ConstA 什么一个TunnelA 这样一般来说不建议这样用 而是用成什么 修饰谁的 修饰这些数据类型的 修饰这些数据类型的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 在比较常用中 我们一般来说主要有这么三个 Static, Const和Wallet 那么Static 我们来说一下 Static我们称之为静态 它是一个功能较为特殊的 或者说应用场景较为复杂的一个关键字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C元的一些基本语法 并没有总结一些它的一些场景 那么Static主要能够使用的场景有三个 第一种就是什么 修饰 修饰什么 还是变量 什么变量呢 是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 这是它的第一种功能 第二种功能 就是修饰还是修饰 还是修饰变量 什么变量呢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好 然后第三种 那么就是修饰的 不是变量了 是修饰什么 修饰函数 什么函数呢 那么函数一般来说都叫什么 全局函数 因为函数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你函数写进去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告诉编辑器 我是一个什么 所有人都能用的 这个函数 当然我先说一下 什么叫全局 什么叫局部 因为很多同学会认为 怎么去理解全局和局部 这个主要原因 这个全局和局部呢 主要原因呢 是那个我们在多文件编程的时候 才会考虑这个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说只有一个文件 只有一个文件 这个一般来说呢 我们就是认为什么 大括号里的 这个大括号 就是非常关键的 大括号 大括号里呢 就是代表里面的 我们称为局部 大括号外面的 比如说我们的函数名 算不算 函数名 函数名是不是本身在外面的 看没有 外面的 所以说我们就认为函数名字 这个名字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地址 对不对 是个地址 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全局的 就是它能用 那凭什么说是全局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就会发现 确实应该这样 你看我比如说 我现在定义了一个函数 叫intfun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 我现在要用它 我现在要用它 你看 我用怎么用 我是不是就在它的这个下面 然后直接简单的在mail函数中 你看mail函数是不是大括号里头 看没有 大括号里头 好 大括号里头 大家看 大括号里头干什么 我是不是直接调用就可以 看没有 如果说这个fun是一个局部的话 那很显然 那么它是不是只规这个空间管的 你mail函数找不到它的 也找不到标签的 看没有 就是因为fun在大括号的外面 所以fun默认来说 C元编辑器就会把它编译成什么 全局的 全局的东西 全局的东西 然后既然全局 是不是所有的内部局部函数 是不是都可以用全局 对不对 因为所谓全局 你把它当成是外界的东西 然后这样C元内部就可以使用它 好 所以这是全局 这就是局部 那多文件编程是一样的道理 你这个文件 它可能里面就是mail函数 一个椭圆形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我现在有分别有什么 分别有好几个 好几个其他的那个点C文件 它里头呢 可能就包含了一些什么 比如说这样一个一个矩形 然后这个长方形 等等等等 这些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功能 然后这些功能呢 那很显然 是不是都属于大括号外面 都叫全局 最后链接的时候 我这可以调它 可以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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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没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 这样在链接的时候 就全局可见 你看没有 全局可见 其实就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好 好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 就是全局和局部 这样一种概念 这样概念 那我们先看一个个来看 第一个 局部变量中呢 我们说这个关键字呢 实际上它主要的作用是这样的 默认 还站到 你看默认局部变量在哪呢 局部变量 在什么 是不是在站上存在 对不对 站空间存在 好 站空间存在 那这个站有个问题 站呢 虽然我们还没有讲数据结构 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理解 所谓站就是 你函数一返回 这站就出站 出站的空间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自然而然 它的什么 生存期是不是就不够了 对不对 生存期就比较短 生存期比较短 好 那具体短了什么 就是函数返回 对不对 局部变量 默认这样 但是一旦加上static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叫局部静态化 静态化 什么叫静态化呢 那么这个地方就提到我们之前所讲的 内存分布图中 我们有一段区域叫数据段 对不对 数据段中有那么一段就叫静态数据段 静态数据段 专门存放这些静态化的什么 变量的 所以局部静态化过后 那么我们的局部变量就不在站中保存了 而是在什么呢 可以认为就是在我们的什么 特殊的什么静态数据段中保存 数据段保存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 那么就有一个新的问题 静态数据段的属性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整个程序结束它在结束 所以说这样的话 那么它的生存周期就变成了什么 生存期就怎么 就非常的长 非常的长 那么这个长 有好处是什么 函数返回过后在不在 还在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那么它的主要作用 主要作用是什么 是为了把这个空间交给我上层 还可以使用 因为我们说局部变量的目的 不就是让这个函数 在它这个作用域内生成一些代码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开辟一些空间 但是呢 函数返回过后它还存在 那很显然是不是希望这个空间 在给我们上层中 在上层调用者中 还能使用 对不对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 去什么 去这个什么 静态化 那个静态化 把局部变量静态化 这样一个概念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那么后面两个 就修饰的都是全局 按照全局没必要修饰了 为什么 因为全局本身都属于在数据段中 对不对 那它生存期都很长 所以后两者应该来说是对我们变量的生存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就是说它保存的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 而是一种什么呢 而是一种就编译时的什么 防重命名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说一下 它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什么呢 防止重命名 所谓重命名就是多个名字 多个名字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说 你不管是全局的变量也好 还是全局的函数也好 最终来说 是不是都可以认为函数名和变量名 是不是都是个标签 都是个名字而已 对不对 那这个名字中 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说我这是个主函数 加这是个主函数 现在呢 我有两个子函数 两个子函数 或者是两个工程师 给我写的两篇 两个点谁给我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这个工程师 起名字没起好 它起个FUN的标签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呢 也起一个F 也起了一个FUN的标签 这可以不 这完全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两个工程 假如没有交流 它就容易犯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在链接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一个问题 这有个FUN 这有个FUN 那我到底有哪一个 是不是 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名字了 FUN算一个 那我定义全局变量 这个叫interA 它是不是也可以有权利定义一个interA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只要是对全局修饰化 那么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防处命名 怎么防呢 如果加上史莱迪克过后 史莱迪克过后 那么就表示我们全局的变量 只在本文件内有作用 本文件有作用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本文件里头看到的A 都在这 都这 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又访问A 想访问A的话 能不能访问静态的 就是这个局部有效的 本文件有效的A 行不行 就不行了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A是不是就会起作用 因为这是全局的 就是这访问A 你有两个A 那我该访问谁 是不是 很显然这个A 是不是只归这个文件管 不归这个文件管 而这个文件 是不是归所有人都可以管 对不对 所以自然而然 这个地方访问A的时候 这个函数访问A的时候 是不是访问的是这个全局的 好 当然有东西 那这个访问A 他为什么不访问他呢 因为我们说 你先访问本文件的 如果本文件有A 他就不访问他了 看没有 所以说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问题 好 所以说 这两个 这两个目的 都是为了什么 防止重命名 限制什么 限制 比如这就是变量名 对不对 变量名 只在什么 本文件 本文件内起作用 这两种作用 应该说在什么 在多文件编程中 或者说以后我们在企业中 做那个多个人 协作完成一个什么 一个工程的时候 你就看了很多 因为我们每个人命名的时候 很有可能大家怎么出现一些冲突 因为单词就那些单词 对不对 很容易比如Number 什么什么Lens 对不对 这些单词很容易冲突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加时代的一个过后 那就说明这个文件 我虽然定义从全局 但是只是为我用 你不要去管 你不要用 你用不到的 用不到的 所以这样的话 最后在链接的时候 我们整个文件才很好练 这种情况在我们以后看到内核开发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量的有这样一种修饰 因为内核应该说它的文件数量特别庞大 对不对 那所以说那个全局变量一样的 那它防止的就是什么 防止不是变量名了 是不是函数名了 对不对 就防止限制函数 该函数 只在本文件的一起作用 就我掉这个函数 只在掉这个本函数的 本文件的函数 而不是什么 其他文件的 好 这是我们Stylec 所需要注意的问题